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963章征战 梁庚同样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同样滴了血酒 一口干了 然后把手中的酒碗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战鼓隐隐地响起 两人在场中相对 一时间 天空中阴云密布 狂风四起 猛烈的风 吹得让人眼睛都有些睁不开 突然 柯茶木大喝了一声 手中的关刀在地上倒托 猛地向梁庚冲了过去 他手中的关刀恐怕有百斤重 松软的土地被他手中的关刀 拖出了一道深深的钩来 他猛地右臂一掀 手中关刀激起一阵尘土 铺天盖地地向梁庚扑来 眼前黄烟四起 一时间 盪住了梁庚的视线 梁庚同样一声大喝 他手中仗八点钢毛一抖 猛地向前刺去 他手中钢毛 柔韧性极强 与柯茶木的关刀斗在一起 丝毫也不落下风 两人快速地舞动 着手中的武器 一时间杀意四起 阴风阵阵 战鼓越鸣越急 两人斗得也越来越快 柯茶木向前猛地重踏一步 手中的关刀猛地向梁庚的脖子处斩来 梁庚手中长毛在地上一点 借着长毛之力一跃而起 猛地向柯茶木扑了过去 他一声抱喝 手中的长毛向柯茶木的面门上荡投刺去 吃辣 梁庚的衣精被柯茶木手中的关刀戴掉了一点 而他手中的长毛在对方的面部划过 柯茶木感觉到右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紧接着一片血红的鲜血顺着他的脸颊躺了下来 而落地后的梁庚再次大喝一声 他猛地向前一步踏出 手中长毛如形随影一般的柯茶木袭了过去 柯茶木挥起手中的关刀挡戈 丁一声响 长毛点在关刀上 他手一阵酸麻 关刀重重地甩到了地上 而梁庚手中的长毛直指他的喉咙 一时间 天地间的风声骤然停 两人就这样保持这姿势站在当场 世间万物 仿佛在这一刻定格 四周的将士们有些骚动 他们不敢相信地看这场中的这一幕 柯茶木是他们的将军 是北末上江 在军中 他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他曾经一天之内视如破竹 以三万精兵马不停蹄地站下十八成池 他也以一军之力攻破中土地兜 导致中土天子弃城溃逃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样一个战神一般的人物 竟然会败了 而且在这里败的如此彻底 你败了 梁庚收回了手中的长毛淡淡地说 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是第一次单独对阵 我一直在想 我和你的实力 是不分伯众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这么强 柯茶木面如死灰 他缓缓地闭上眼睛道 你杀了我吧 我们北末之人 不接受失败 我杀你有什么意义 梁庚喝道杀了你一个柯茶木 还有很多的柯茶木会攻入中土 你是你们北末的战神 如果你死了 北末克汗将会倾尽举国之力 为你报仇 而受到最大伤害的 还是我中土子民 我宁愿你带着你的诺言 返回你们北末 并保证终身不踏入中土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告诉北末克汗 我们两军之间 永远都不会分出胜负 再这样下去 也不过是徒增伤亡罢了 呵呵 梁庚 你是一条真的汉子 柯茶木的头发静散 他笑了 我这一生 没有敬佩过任何人 但是你 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 好 我同意你的要求 我会带着我的人返回北末 并保证有生之年 终身不在 踏入中土 我也会劝阻可汗 让他退兵 还你们中土一个大好河山 如此 多谢了 梁庚一拱手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柯茶木道 你说 梁庚点点头 我杀了这么多人 尤其是今天 这里面的人 有你的朋友 邻居 你难道不恨我吗 柯茶木问 恨 怎么可能不恨 梁庚道 恨我 为什么不杀我 柯茶木道 因为杀了你 无济于事 梁庚笑了 与其杀了你 倒不如感化你 让你怀着那份愧疚回去 然后还中土一个太平 那样的话 会救更多的人 好 好啊 柯茶木点点头道 你以后 有什么打算 有什么打算 很简单 梁庚露出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 我有了妻子 而且马上会有自己的孩子 我将会带这妻子儿子 找一个平静的地方隐居 自此以后 过这永远太平的生活 好美的生活 柯茶木的神色有些复杂 你们中土 有句诗 叫做只献鸳鸯不献仙 大概说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吧 正是这样的生活 梁庚露微微一笑道 你有妻子吗 有 我有妻子 也有孩子 柯茶木点头道 多少年没有回去了 梁庚问 八年了 整整八年 柯茶木道 走的时候 孩子刚落月 那他现在应该已经很大了 梁庚道 回去吧 看看妻子儿子 他们在家 每天都盼着你回去 作为将军 你很合格 你是战神 立下过无数汉马功劳 但作为一名父亲 一名丈夫 你真的不合格 梁庚道 以后不要再来了 陪着他们 好好 好的过日子吧 是啊 我是该回去看看了 儿子现在应该都八岁了 都有这么高了 柯茶木点点头 不知不觉 两行混浊的泪 从他双眼中落下 世人皆认为 他无情无义 但谁又知道 无情之下 却有一幅柔长 告辞 梁庚转过身去 提着手中的钢毛离开 柯茶木看着他离开 一时间心中百感焦急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副将右手的旗帜举起 高高的落下 副将的跟前 有一排早已 经准备好弓箭的弓箭手 随着副将手中的弓箭落下来 石鱼中 剑带着破空之声 羞羞飞起 石鱼之剑 几乎全部射中梁羹 强攻强大的力道 将梁羹洞穿 那些剑从他胸前路过 为什么放箭 谁让你们放箭的 柯茶木斯声高喊 他一把抓住了 副将的胸口喝道 谁让你下命令的 谁让你下的